之前的VBA部分 有關錄製聚集,錄下來的東西 第一個字請你把它放大 工具選項裡面有個撰寫風格 把這個地方大概至少12號字吧 不然看起來在9號字太小了 記得錄完聚集,其中報告也是一樣 請你自己在上面加上註解吧 程式上面加註解,這個也是必要的 當然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也許當下你是知道到底程式是做什麼 可是一段時間之後,你回頭看 你可能會看不懂 第二個的話,如果你要把程式給別人的話 如果你上面沒註解,別人也會看不懂程式 所以其實註解的部分也是程式的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請你們繳交的作業裡面一樣 作業裡面請你也自行加上註解 至於這個註解上面要打什麼字 每個人的理解不太一樣 沒關係,你可以用你習慣的敘述方式寫 那寫多寫少都沒關係,至少一定要寫 那有些同學想要詳細的記載多一點 沒關係,你可以打多一點 比如說什麼什麼,每個地方的敘述方法 後面,那記得開頭一定要是什麼 單引號開頭 後面的敘述,程式不會幫你執行 第一個,錄製聚集的部分 第二個的話,我們今天總共要寫這個 我想我們前面已經講過這兩個 今天要加這個,就是路接到這個 那程式就在這裡,其實雲端也有 那要怎麼寫,基本上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怎麼做 這個概念的話,可以把這個路接到的公式 直接把它拿來做一個修改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這個邏輯,其實就是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那個,是有那個函數公式邏輯 那只是說呢,要如何修改 這個部分的話呢,我再說明一下 首先的話,第一個 這個路接到,你會發現它輸出的結果 這個清楚嗎? 輸出結果的話,跟剛剛的公式最大不一樣 就是輸出就不是公式,而是最後的結果 那我要怎麼做,首先第一個呢 我們的撰寫方式 其實直接可以拿這個路接到這個Sub 拿來修改就可以了 所以我的改法是這樣 第一個,我可以把這個路接到這個Sub 這個假設Delay就對了 我們重來好了 那做的方法,它怎麼做出來 第一個,把這個複製過來 複製貼,Ctrl-C,Ctrl-V 或者我的習慣選取是拖拉加Ctrl-鍵 然後把這個地方,底線公式拿掉 這樣我就會有一個 第一個,第一步驟就是把上面這個格拿來改 第二個的話,當然裡面做的事情不一樣 所以我當然分裡面,範圍是一樣的 OK,範圍是一樣 那上次上課有同學問到說 這個什麼,For I 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這個最下面一列的概念怎麼來呢? 實際上,這個黃耳我在前面的上課有提到 不管啊,不過同學好像說沒有啊 你可不可以再找一下前面的 這個Range A1指的是這個儲存格 向下追蹤的話呢,指的是End,Excel,Down 意思就是說呢,幫我追蹤到最下面之後 幫我把它的點肉,它的列的這個訊息 幫我取回來之後放在這裡的意思 所以我們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在這邊Ctrl向下 在A1Ctrl向下 它會幫我把游標移動到哪裡呢? 移動到它的最下面一列 那我就可以把什麼呢? 把這個3040這個數字有沒有? 幫我把它放到這邊來的意思 所以點肉,這個屬性意思說 幫我把3040這個數字 幫我把那個資料放到這邊來 所以喔,這個輸出的結果就是 從第二列一直到哪裡呢? 3040,意思就是最下面一列的意思啦 所以以後呢,假如說你要跑一個範圍 但如果你將來直接打3040,當然目前是OK的 可是問題喔,你將來如果資料增加的話 那變成你又要再改回圈範圍 那當然不太好 所以建議是什麼? 直接用追蹤的 OK,這個是第一個喔 因為之前有同學問到就是那個 你為什麼要這樣寫? OK,所以這邊再說明一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假如我要輸出 不是用輸出公式的話 那這裡的話,你恐怕就需要什麼? 把那個 以Sale裡面的那個 那個函數的規則 改成那個在VBA的規則 那在VBA怎麼改? 我們分兩個地方改 一個是輸出E欄 一個是輸出F欄 那我們先針對這個好了 我先把這個註解 註解前面加單引號好了 然後把這個選取一下 我把它改 第一個 先改輸出什麼? 改輸出E 那我就不是輸出公式 這個是輸出公式 那如果你不輸出公式的話 那我們改的方法 第一個 你要把 以Sale裡面用的函數 改成VBA裡面用的函數 那當然以Sale裡面用MID 那VBA有沒有MID 其實VBA也有MID 刮虎 他接下來問你三 也是一樣問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說你的資料在哪裡? 那上面是說 G的I列 那我們其實如果在這個VBA裡面的話 你寫的方法 特別注意 你就要真的指到這個儲存格 那那個儲存格的話 在VBA裡面就是叫Sales 第幾列呢? 第I列 痘點的趨欄 你如果 假如要把它改寫成VBA的寫法 那就會改寫 這個我想前面有講過 類似的寫法 痘點 那他的問題 第二個是什麼? 哪一個字開始? 第四個字開始? 其實也是一樣的 所以不用跟上面 你可以 這個 拿上面來 直接 輸入就可以了 然後呢 幾個字有沒有 他這邊會出現Lex 幾個字 三個字 一樣嘛 所以後括弧一下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改完了 也就是你把上面的寫法 改成下面的寫法 那這樣的話呢 第一個我們就改完了 OK 改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執行 下面這一行把它註解掉 那你會發現喔 如果我假設第一個寫完之後 這個是區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區就輸出了 這個輸出的結果 其實會跟上面這一行輸出結果 應該會一模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呢 上面的這個寫法 你看到的會是一串公式 就像這邊 這邊輸出 這邊會是一串公式 可是這邊看到的呢 會是最後的結果 但是兩個的寫法 當然就不太一樣喔 這個當然敘述方法是喔 VPA是 在裡面處理完之後 把最後的結果丟過來 那上面的寫法是什麼 把公式丟到儲存格裡面 再讓它把公式執行 所以喔 這個地方最大的差異在這裡 當然也牽涉到執行效率啦 OK 所以第一個喔 如何把那個 路接到公式 改成 區域的公式 改成什麼 改成VPA寫法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那我如果要把什麼 把下面這個F的話 來做變動的話 這個喔 怎麼做修改 跟各位講一下 上面當然比較簡單一點點 下面的就難度比較高了 怎麼說呢 因為呢 我們要輸出的話 哇 輸出這一串 那這一串裡面的話呢 其實它牽涉到幾個啦 一個是尋找 一個是邏輯 一個是邏輯 所以喔 寫的方法特別注意喔 難度會比較高喔 首先的話呢 你們可以參考那個151那一題啦 其實會有個A 有個B啦 有沒有 A的話指的是前刮弧 B的話呢 指的是後刮弧 各位還沒印象喔 如果你假設這個概念沒有的話 你可能這一題會比較不容易理解 但如果你前面的這個151的部分 假設你有概念的話喔 那其實拿來改寫其實就OK了 有沒有 A跟B嘛 那實際上寫的方法也有類似喔 我們只要怎麼 取得A A指的是前面那個字的位置 B的話呢 指的是後面那個字的位置 只要把中間的字切出來就可以了 OK 所以喔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把A切出來 A A是什麼 A理論上可能是0 可能是 理 可能是趨 所以呢 我們 我們前面是phine phine的話 我們先找什麼 假設A A等於什麼 如果我前面用的是那個instry instry的話其實就phine函數啦 那phine函數的話是先找0 再去哪邊找 那他剛好那個instry剛好顛倒 是什麼 先去哪邊找 先去 這個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就跟剛剛一樣的 sales的idea的趨欄 就是去地址那一欄去找找 所以喔 這個地方你可以拿上面複製 逗點 找什麼呢 找0的部分 所以這邊的話我一樣輸入0 OK 0 在這裡 後括弧一下 他就找 可是問題來了 他有可能找不到啊 那找不到 就是 裡面會是 如果找不到就是 結果會是等於0 這個的結果會是0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判斷 但是 在那個VBA裡面的 它沒有ifl 所以我們可能要換另外一個方法 叫做if if什麼 如果 如果我去找0的時候 等於 就找不到的話呢 有沒有 入一負 這個 我去找這個 0 這個字的結果 假如找不到的話 找不到怎麼敘述 特別是找不到是不等於0 不等於的話 在VBA是寫成這樣 不等於0 那等於0 那就是中間是加一個等於0 如果不等於0的話 然後 然後 然後做什麼 A 就去幫我把什麼 把0裡面的位置 幫我把它放到A裡面去 OK 這第一個 那可能呢 底下當然我們前面有寫過 如果 單純的一重邏輯 在ENDF 可是 我們可能 假如不是那麼單純的 我們可能還要去找什麼 如果找不到0的話 幫我再找什麼 找裡的話 那其實特別注意 我們可以把這上面這兩行 敘述 複製一下 再貼到哪裡呢 貼到底下 然後把前面 再加一個Ls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如果第一個行不通 找不到0的話 那你就AOS 幫我再找找看 看裡面有沒有0 所以 你把那個邏輯 貼下來 第二個 那就去幫我找找看有沒有0 OK 再找一個0 好 那再來的話 一樣的邏輯 一樣的道理 再把這兩行 再複製一下 Ctrl C 再貼一下 把這個 AO IF 這個裡面的 如果找不到0的話 大概一樣 就是再幫我找區 OK 找到 再幫我找區一下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基本上 第一階段 就已經先寫完了 我們就可以從這個邏輯 得到什麼呢 得到就是那個A的位置 A是它在這個地址裡面 第幾個字 那我們當然 我們可以把那個 Sales 這個底下這個 Sales ID的F F指的是這個 我把它直接輸出A好了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先第一階段 如果可以先找到那個 0里區的位置 那表示應該第一階段是OK的 知情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9的話呢指的是 裡在第九個字 有沒有 那這個應該也是 中 在這裡 它是區 也是裡 所以也是第九個字 所以 理論上呢 我們就得到A喔 A有點像是之前那個公式的前面部分喔 那 顧名 那一樣的道理 我們前面那個 如果要找到什麼呢 0里區後面是什麼 路街道的話 其實 可以拿這個 這麼多長的程式拿來做修改就可以 改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喔 邏輯跟這個有點像喔 可以把0里區 改成什麼 路街道 然後呢 再來第二個 把A怎麼樣 改成B就可以 那B的話 我們就可以找到那個 後面的字的位置 所以你再來 把這個寫完之後 複製一下 再怎麼樣 把它貼上 有沒有 那這個地方就剛剛我講的 把0里區 改成路街道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是再改一下 路 接 到 那一樣 把這底下的一個字 也把它改過 然後呢 再把前面的A改成B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 後面那個字的位置 OK 所以喔 我剛剛貼 剛剛那一段 程式的 但另外 請各位自己再加註解 註解的話 就是 上面自己再寫一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找 0里區的位置 那這一段是找什麼 找那個路街道的位置 這個後面 序述自己打一下 那找完之後的話呢 底下程式就好辦了 我們一樣 怎麼樣 再利用什麼 用MID 所以喔 這邊的話可以用MID 刮鬍 那要切割的資料 一樣在哪裡 一樣在這裡 SalesI列的區 OK 這個地方喔 地尺的地方 這個資料裡面呢 逗點 那我要 從哪個字找啊 基本上喔 就從第九個字加1 有沒有 所以9加1的話 那是什麼 A加1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前面那個字的位置 逗點 幾個字啊 那我們可以什麼 把什麼 把B的位置 減掉 A的位置 後括弧一下 那我們程式就寫完了 OK 這個就是FINAL的結果 我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特別注意喔 其實這個鋪陳有沒有 這一段喔 實際上就是找A啦 OK 那這一段的話呢 就是找B啦 然後再找 把A跟B的資料呢 放在這個MID裡面 那就大功告成了 OK喔 那程式大家看起來很冗長 不過很多都是貼的啦 OK喔 所以其實基本上先寫這一段 我寫A等於嘛 然後你上面再加一個註解 不等於0 表示有找到0的狀況 把0找出來 如果沒有再去找0 再去找0 再去找區 一種類推的 那理論上 程式寫完之後 我們來弄弄看 執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最後的結果 有沒有 萬寧街 忠孝東路 新生北路 那就大功告成 最後記得啦 如果你程式寫完之後 那你在上面再加一些註解吧 比如說你就什麼 上面就自己打一下吧 這個大概 比如說什麼 找出 這個 底下這一段什麼 找出0 里 區 的位置 然後底下的話呢 那就是什麼 找出 那個什麼 這個是 路接道 的位置 諸如此類的 你們就自己再把那個 程式 自己再加一些註解 OK 註解也是 作業的一部分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OK 那請各位 試一下 把剛剛的路接道 分別把它撰寫出來 那這個如果假如 因為這段程式還蠻冗長的 你如果擔心 寫不出來 你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白板的第八頁 OK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大家